新北市立联合医院引进莱卡眼科手术显微镜 和传统显微镜在光学上的设计相比 具有多项的优势 不但有利于医师执行手术 也能减少对病患带来的不适感 正所谓公寓善其事必先利其器 新北市联合医院引进莱卡眼科手术显微镜 因为亮度低、热度低 可以减少热伤害 我们这一台显微镜的光学系统 有采用双光源以及独立系统的设计 第二个它使用的光学镜片是APO的光学镜片 这是有专利的 它的亮度比一般还要亮 但是它的热度会比较低 比较不会对病人造成热伤害 一般手术台上除了主刀医师 还会有第二助手 有了这台仪器 两个人可以享用独立的光源 不至于因为光线不足 影响到手术的进行 我们开刀的时候大部分会需要第二助手 那在传统的显微镜里面 助手它所使用的那一端 它所需要的光线 会分掉主刀者所需要的光线亮度 那这一套独立的四光路光学系统 可以让主刀跟助手都享有独立的光源 而不影响我们在手术中的亮度 还有影像的清晰度 那这对手术的品质跟流程上是很大的帮助 过去传统显微镜有影响颠倒的情况 但是这一台仪器能够提供正位影像 有利于医生更快速地来定位 它的亮度是经过特殊设计 那第二个 有时候我们会因为手术术式的不同 可能影像会有上下颠倒 那现在这个新的系统可以提供一个导向 就是提供医生一个正位的影像 让医生在定位的时候更加快速 更加准确 由于莱卡眼科手术显微镜具有多项的优势 除了可以进行白内障等大宗的手术之外 未来甚至可以进行视网膜等手术 发挥更多的效用 记者方建坎林景瑜三重采访报道